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,现在! 杨子加盟新综艺,看清其他三位女嘉宾,节目收视稳妥了。 近日杨子也是刚刚结束新剧《成欢记》的拍摄工作,该剧男主是徐凯。 可谓男帅女美帝组合,23号当天杨子还发文告别麦成欢一角,坦言在这一百多天里。 自己与麦成欢一路相伴,并通过角色找到了自己。 每一次的角色,若非杨子全身心地投入,从杨子本人成为剧中的诸多角色。 他的作品也不可能如此顺利能得到大众的认可,今年暑假,杨子再度凭借长相思引爆热度。 让人又一次刮目相看,可以说有杨子的剧,处处都充满了惊喜。 相信这部《成欢记》也一样,期待能早日播出。 作品杀青后杨子并没有停下脚步,马上就要去录制新综艺了。 而且这个行程似乎是临时决定的,让粉丝们高兴坏了。 据西杨子这次录制的节目依旧是湖南卫视的,是一档新节目,叫我们的美好生活。 而且播出的时间也很快,一十月底就能跟观众见面。 节目以助力乡村振兴未切入口,邀请三位热爱生活的励志女性代表,相约最美乡村搞事业。 他们将选择一个美丽小山村,把一间闲置已久的原生泰村屋完善成一间田园民宿。 在改造民宿的过程中,三位姐姐将生活的智慧和自身的沉淀转化为改造民宿,创造美好生活的动力。 并且他们还将邀请各自的好友前来试住,共同生活和共同创造,享受美好慢时光。 最终他们将把焕然一新的民宿交给当地村民运营使用,为乡村文旅赋能,带动乡村旅游,帮助村民致富。 听起来有点像女版的,向往的生活,若节目播出效果优秀,相信也必定成为芒果台又一档,备受喜爱的曼综艺。 而杨子氏以飞行嘉宾加盟去录三天节目,另外其他三位女常住则是蔡少芬。 谢娜还有陈乔安,这样的组合,节目收视一定稳妥了。 蔡少芬跟谢娜就是一对欢喜冤家,笑点绝对足,陈乔安也是一位比较有号召力的女星。 加上杨子的人气,预测这档节目的热度不会低于乘风破浪的姐姐。 节目也还会邀请其他飞行嘉宾到场,看来芒果台这次又要大显身手了。 杨子这两年因为频繁拍戏的原因,很少有机会能上什么综艺节目。 想必他也怕外界把他说成是综艺咖,所以尽可能的减少参加真人秀节目,而是一心扎根在演戏上面。 有消息称杨子的青簪行下个月就要开始补拍了,若非男主出事,这部剧大概率早就播了。 片方找来林更新替补,杨子身为女主也会回去配合补拍,当年杨子耗费八个月的时间去对待青簪行。 要是就这么黄了,实在是可惜,希望后续的补拍工作也能顺顺利利把,也期待宗艺子的表现。 对付课计划